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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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无穷远的内向 它一定要收敛道理 假设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就麻烦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它加起来这数字 不会变得无穷大 所以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想法就很简单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是个X 这个地方是个Y 然后你呢 画一个函数啊 是一条一条木棒 这样把它加起来 一片一片的一个木条子 然后最后你算面积 算面积不就等于每一块加起来吗 对不对 算面积 你发觉 这个面积 假设你这样一直加 加到无穷远处 这个面积要等于有限值 有限值才不会发散嘛 那么你最后面一定要等给你 对不对 你要是不等给你 等一个小数目字 那代表你还是一个小的面积啊 那到无穷远处 就面积就等于无穷大了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 OK 我们有这个基本的认识就可以了 我们上次也介绍了什么 Absolute Convergence 绝对怎么样 收敛的 也就是说假设你有一个 有个serious N从一到无穷大 ZN 你每一个都把它绝对值之后才相加 假设它收敛 那么我们这种呢 就叫做绝对收敛 OK 假设这个收敛 这个不收敛 那这个叫做条件式的收敛 对不对 OK 好 好 那这些都只是介绍 以前的 那么事实上我们有个serious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它收敛 我怎么知道 你要学会判断它 你的印象当中 你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个是最好的 OK 当然了 我们没有把握这个函数 它一定都在正端 它也有可能在负端 它是这样一个函数 纵使它有正 有负 有正 有负 有正 有负 只要它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 还是一样让它 Limit变成零的时候 它还是有限 它还是狩猎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知道 拿到一个函数之后 它一定会收敛 你怎么知道 OK 所以呢 我们又教了几种test 对不对 第一个test叫 comparison test 这个test的意思就是说 你哪一个已经收敛的 假设呢 你的z s呢 等于z1加z2 一直加一直再加上去 然后呢 假设你能够找到 另外一个已经收敛的 另外已经收敛了 叫做 叫做 t好了 它是b1 再加上b2 这样一直加下去 is convergent 那么我就拿我了 来跟它比啊 假如说 这个一比的时候 你发觉一件事情 每一个z1的绝对值啊 全部都比b1 相对的 只要index是1的 这个相对的 OK 假如说呢 它都比它小 那么我们就说 s呢 is convergent 对不对 我们说它也是 convergent 但问题是 你哪来找啊 所以你找到一个 一个series 你知道它收敛 但是有几项比它小 有几项比它大 你就麻烦了 对不对 那么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们拿来比较 假设这个东西 不管它是怎么样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或者是它这边 前面可能有大有小 但最后面呢 你一定要越来越小 所以呢 假设我把后面这一项 比上前面这一项 那你知道后面那一项 会比前面这一项小 假设我这样一比 好了 我取绝对值好了 管它正负号 那是不是 我这样一比的结果 我就可以得到 它一定要小于一 对不对 要是不小于一 那后面比前面大 那它可能就发散掉了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个 很简单叫做 Ratial 我写在这边好了 Ratial Test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把后面的那项 N加上1 B上ZN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求 N啊 一定要够大 OK 一定要够大 假设你做完之后 它发现等于某个数值 这个数值只要一定小于1 N一定要够大 OK 一个大数 那么它就一定怎么样 收敛 OK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它要多大 你看就像这个一样 这个有 这个呢 假设这边是很大 很大 画一条把它放大 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假设这边有两个数目字 这个比上这个 你发现绝对只之后面 还是比前面大 还是大于1 所以这个时候这样比起来 好像就不是很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取一个够大的 OK 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才可以 好来 那我们来看看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样 那它的做法是这样 假如说 OK 然后我们有介绍一个 一种 series的名称 叫做geometric series 什么叫geometric series 假设有个series 它是Q的怎么样 m次方 请你记住 它是m次方 它们1加上Q 加上Q平方 再这样Q三次方 一路加加加加加到五重元素 假设它要收敛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Q一定要小于1 因为只有小于1的数值的次方向之后 会比原来还要小 然后0.9 0.9的平方 是0.81 当然就比0.9小了 它会一路小下去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is convergent when Q怎么样 小于1 OK 那Ratial test 这样子来test这个equation 绝对适用 对不对 因为它是很均匀的 这样子的变小下来 那Ratial test 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test的是 Zn加1 除以 抱歉 Zn 我们刚刚就这样子做嘛 但事实上你根本就不知道 n要取多大 才会合理 那我们可以把它limit n区均无穷大 那至少那已经在 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然后我让它呢 这个比值呢 等于一个L 那我们就看看L 会等于什么东西 假设 L小于1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个series呢 收敛 OK 假设L大于1 那么它一定是什么 发散 假设L刚好等于1呢 那这就麻烦了 这就麻烦 这个时候告诉我们 this test fail 这个时候呢 这种的检查 不适用 你就不能用Ratial test OK 那你还可以用什么test 我们可以用Root test OK 什么叫Root test Root test是说 我把 很大很大的那个数字 很大很大 n要够大哦 大于某个大数哦 然后我把它开根号 个n次方 你n向我就开根号 n次方 OK 假设它怎么样 小1等于Q又小于1 那么这种状态下面 它一定是什么 convergent 一定是收敛 OK 同样的一件事情 假设你也不晓得 n要取多大 那简单嘛 我一样把它limit n趋近无穷大 让它等于某个数值 叫做L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if L小于1 那么它一定收敛 假设L大于1 它一定发散 假设L又等于1呢 它告诉我们 this test fail OK 这个就是我们 上一次教导的地方 好 我们介绍Pow Series干嘛 只是个游戏吗 当然它是个数学游戏 但是其实它有更重要的 个含义 这个含义呢 是这样子的 Power Series 很多种Series当中 有一种Power Series OK 为什么它很重要 重要是A Power Series 它是一个可解析的函数 OK 而且怎么样 Every Analytic Function Can be represented By Power Power Series 所有的函数 只要你是可解析的 一定可以用Power Series 来表示它 你看看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曾经用过 类似Power Series 什么是Power Series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Power Series 假设有个 Z减到Z0的N次方 你看Z的N次方 跟这个Geometric Series 好像啊 它只是某一个数 某一个的N次方 的M次方 对不对 这边是N次方一样 只说前面再乘上个常数 然后N呢 从1开始到无穷大 抱歉 从0开始到无穷大 这个我们称之为 一个Power Series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A0 第一个 第一项0嘛 第二项 A1 乘上Z 减掉Z0 第三项 A2 乘上Z 减掉Z0的平方 这样一度下去 所以它跟Geometric Series 非常的像 这个我们称之为Power Series 你记得你什么时候 用过Power Series吗 接什么 接文方程的时候 你解到什么时候 你会用Power Series Legender Basal 对不对 你发觉用这种方式 多了跟3一样 Legender 马上就有个什么 Associate Modified Legender 是不是 还是Associate Legender Basal 再来一个什么 Modified Basal Right 还有一大堆 Hermite Sperical Function 或者是你们解清原子 能接的时候的 Ferrite Equation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 Equation写出来之后 抱歉 我根本就不晓得 它的解是什么 它的解一定要有意义 但是我不晓得 它的解是什么 但是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所有东西 只要你原来的函数 比如说我把这个叫做FZ 这个时候我要求那个解 我根本就不晓得 它长什么样子 只要它是可以解析的 在可解析的范围 我全部都可以把它展开来 那我只要去求 A0 A1 A2 一直到 A到无穷大 等于什么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不是变成 我从求这个解 变成求系数 但看起来有无穷多个解 要解比当初一个解 好像更难一样 但事实上未必 对不对 我们在解的过程当中 总是找到一条路可以走的 所以它就是方便在这个地方 今天负变呢 我们还要利用它 OK 那其中几个的变数啊 我们把它定义一下 Z是一个complex number A N R complex or real constant 前面的这些系数呢 我们没有说它只能够是时数的系数 它也可以是负数的系数 我们呢 称之为coefficient 就是系数 OK Z0呢 你看看很特别哦 它每一个Z后面都剪掉Z0 OK 它称之为 the center of the series 这个series的中心点 OK 那么这个我们要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the power series of Z减掉Z0 OK 当然啦 你可以说我Z0等于0啊 那也可以啊 那个叫the power series of Z OK 这样子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什么叫做可解析的函数 可以写成power series 我们来打几个例子 好不好 或者是power series就一定可以解析吗 OK a power series 当然先看它的特性 a power series呢 may converge in 它一定要收敛 OK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它收敛在哪里呢 有几种可能性 a a disk 一个盘子的一个区域 with centered at Z0 它的中心点在Z0 这是第一个状况 有什么状况是这样子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好不好 summation n等于0到无穷大的 z n次方 这个不就geometric series吗 它是等于什么 e再加上z 再加上z平方 一直加到无穷远 你告诉我它什么时候收敛 z要小于e 对不对 z要小于e is conversion when 绝对是z要小于e 你看看 z小于e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圆圈圈的盘子 只是没有边界而已 对不对 它不就是convergence in convergence in the disk 你也可以怎么样 for every z 它所有地方全部都收敛 有什么东西是这样子的 for example 假设有个函数字 z的n次方 除以n阶层 然后你把n从0呢 一直到无穷大 那它会变成什么 1再加上z的一次方 再加上2阶层分之z的平方 再加上3阶层分之z的三次方 这样一直下去 因为阶层实在是 taway powerful 绝对比你的平方 变大 很多很多很多 请大家 可以啊 试试看啊 假设 假设 你拿个计算机 你打个5的5次方 一下就算出来 对不对 5的十次方 一下就算出来 5的55次方 一下子就算出来 数字不会很大 然后你试试看 打个55的阶层 大部分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因为呢 超过它的所有的数位了 它太大了 所以呢 底下永远比上面大 你说前面可以不一样 但是后面就是如此 最后它就是熟练 OK 这个呢 你怎么知道 它是这样熟练 我们可不可以用 这些test试试看 我们有ratial test试试看 OK 假设 我找个z的n加上1 除以zn 取绝对值 对不对 ratial test有这两个嘛 right 我们试试看 z的n加一次方的 是不是在这边 就等于z的n加一次方 除以n加上1的 绝对的阶层 除以z的n次方 除以n的阶层 的绝对值 这个 这个消掉 这个呢 这个会跟这个消掉 对不对 你变成了什么呀 n加1分之z的n次方 绝对 哦 抱歉 这个杀掉不是杀掉1 是杀掉n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我们引进下面这个 我让这个limit n取近于无穷大 n取近于无穷大 分母无穷大 它的结果等于多少 毕竟到0 0是不是小于 是啊 它是熟练 OK 那这种呢 就可以了 还有呢 只有在z0的地方 收敛 for example 假设我们有个函数 n等于0到无穷大 n阶层 乘上z的n次方 它会等于什么 1再加上z 再加上2阶层z平方 再加上3阶层z三次方 这样一路下去 我们知道阶层增加的速度 绝对比z的次方增加速度多 所以除非 不管你怎么弄 纵使我这个小于1好了 我的阶层增加 还是比你小于1之后的次方向 还要增加的快 最后发散掉 那没有办法了 那唯一办法是 说了z统统等于0 等于1 when z equal to 0 那这个时候 它只有在z等于0的时候 它收敛 OK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一个series出来的时候呢 它收敛的范围是不一样 收敛的范围不一样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们假设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 我们要用pulse series来展开来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你这个函数的有效的范围是在那边 解析的范围是在那边 OK 你才能够把它用pulse series展开来 那展开来之后呢 它的有效范围呢 势必要跟你一样啊 OK 要不然呢 它就跟你 它就不会相等了 alright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呢 再来 好了 我们看看第一个理论 convergence of a power series OK 我这边要先画个图 我先把图画好 我们有个点 Z0 OK 假设这边有个点 Z1 这边有个点 Z2 OK 假设我们的pulse series 就类似这边一样 OK 这个叫做equation what a every power pulse series 1 converges at the center Z0 假设你已经拿到个pulse series 按照这样写 它一定要可解析 一定要可收敛 就代表它要收敛 它在0 Z0的这一点呢 一定是收敛的 OK 好 B if one 假设呢 equation one呢 同样的也是收敛 它在Z0收敛 好 收敛 我用黄色的 它在Z1也收敛 OK 但是呢 Z1呢 不等于Z0 OK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点 在这个disk里面的 在这个Z1 以Z0为中心点 以Z1减掉Z0为半径 画出来的disk里面呢 全部都收敛 这是最起码的 最起码的 OK 我们为了表达这个disk呢 我们就说 它在这里面 每一个点都收敛 这些点有什么特色呢 我把这个点呢 减掉Z0的长度 一定比Z1减掉Z0的长度 来得短 那就代表在这个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 大家要注意的 假设 按照我这样子的写法 按照我们这样子的定义一个power series 它在这一点收敛 Z0嘛 因为能不能定义Z0 假设旁边也收敛 那么它收敛的范围就是 以这个为原型点 以Z0为原型点 画出来的disk OK 假设你有找到一点 它又收敛 那同样你可以画出个更大的远 它一样是收敛 那你要判断上面呢 你就可以说 我就会找啊 容易计算的那个点 我来做看看 有的时候我喜欢找个走上的点啊 或者什么 equation一肉眼一看 就知道很容易判断的点 我来判断它是不是收敛 OK 好 C If E 请记住哦 现在要讲divergence divergence at a point z等于z2 ok 那么 every point 我把它写成同样的格式好了 equation一 equation一 is also divergent for every z fther away from z0 那么假设你又找找找找到个Z2呢 它确认它一定是发散的 那么以Z0为原型点 画出来的Z2这个范围以外的 通通都发散 OK 这个是个非常直觉的 OK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我们会把一个东西啊 称之为半径 就是它的收敛半径 我把这个equation1呢 重新写写在上面 OK OK 好我们来看看一下 假如说呢 你已经知道 你能够找得到最外围的这个Z1啊 假设你能够找得到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在这边画出一个半径 那我们就说 它在以Z0为原型点 以R为 大R为半径的范围 里面通常都收敛 那么它们收敛半径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大R OK 它们收敛在哪边 Z-Z0 等于R 以Z0为原型点 半径为R 所画出的一个Disk 它在这里面收敛 OK 这样子呢 就是它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你怎么去计算 一个 一个Series 假设它给你了 或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它到底在哪边收敛 你怎么判断 OK 收敛半径 我们怎么来弄 If The Sequence 请你注意哦 Sequence哦 哪一个Sequence呢 我们是登对Equation 1 哪一个Sequence呢 我把它的系数拿出来 A1 A2 买A0 A1 A2 这样一路下去的 这个Sequence OK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收敛 因为我要收敛呢 跟这个有很重要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它收敛呢 我就把它做成这样 A的N加上E 除以AN 我们来用Ratial Test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个一个测试 N可以从1 2 这样一路上去 OK 假设 if Limit N趋近无穷大的 AN 加1 除以AN 的绝对值 我可以让它 逼近到一个Lstar的范围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大R呢 怎么写 它的收敛半径呢 就会等于 Lstar 分之一 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无穷大 AN 除以AN 加上E 的绝对值 这样子 就可以计算它的收敛半径 OK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Find the radius of convergence of of Aziris N阶层的平方 Z 减掉 远一点 3i 的N次方 我看到这个已经 够头痛了 我怎么知道它到底在哪边收敛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做一下 它的中心点 在3i 对不对 这个是告诉我 这个是center the center 西数在哪边 the coefficient the coefficient 所以我们要比的是什么 coefficient 所以呢 我将coefficient呢 我知道它的半径呢 根据定理呢 会等于Limit N趋近到无穷大 AN 除以AN 加上E 的绝对值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Limit N趋近无穷大 第N个 是不是2N 瓜骨的阶层 除以N阶层的平方 除以 加1的 2 N加上E 的阶层 除以 N加上E 的阶层的平方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它会变成什么 这两个可以互相消掉 2N阶层2 两倍的 2N加上E 的阶层 它会变成什么 这个是2N 加上E 的阶层 就等于 2N加2 乘上 下一个 这个 这个减1 变2N加1 再讲E 再乘上一个 它 更下面一个 2N 再乘上 2N减1 对不对 一路下去 你发觉 从这边开始下去 就是 2N的阶层 所以这个 跟这个 一处 会多出 这两项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分母呢 这个分母会有多出一项 2N加2 2N加上E 再来这两项也要 可以互相处 对不对 这个是N阶层的平方 这个是N加上E阶层的平方 多出了一个东西出来 是不是N加上E阶层的平方 没有错 最后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个很复杂 N阶层的平方是 反正就是平方 N的平方 乘上 N-E的平方 乘上好像一路下去 对不对 下面这个是什么 N加上E的平方 在乘上 这个减一个N的平方 那从这边下去 就跟上面一样 所以消到结果 保留一个N加上E的平方 刚好它最下面 E上去 对不对 抱歉 这边是这样 算一下会变成什么 这边有N的平方 这边有4N平方 N屈性无穷大的结果是怎么样 四分之一 它的半径 必须要在以3I为原型点 半径为四分之一的里面 它才收敛 除此之外 它就没有办法收敛 OK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